哈囉大家好 我是歪阿 又來到新祈願了 這一次的祈願對獵人來說的話 還蠻香的 頭四的話呢 他是加攻趴 然後會有5%的機率呢 帶給你遠程的傷害加3% 持續兩秒無論去時間 遠端物理傷害對自己本體的傷害比較有效 對鳥的話呢還好 然後攻趴的話呢 非常對鳥有幫助 那這一部的話呢不會上字幕 因為要急著上影片 所以就沒有上字幕了 那投資怎麼樣的人可以不用抽 在童真帽 童真兔子帽 帶有印象吧 童真兔子帽就是他可以打那個 我直接開這個畫面給你們看好了 投資這邊的話呢 我們有 像我自己是用 天甲 那天甲的話呢 他的效用是非常的低的 所以基本上是 懶 我如果抽到我一定會換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在上次的一個祈願呢 是這個 胡爾鈴鐺 胡爾鈴鐺他也是加攻趴 但是他是加 貢人 貢人對我們來說還好 沒有很重要 然後如果你的今天有加10 或加12以上的大克呢 你有這個 垂垂吐爾茂 這個是一定最好的 因為這個是有加到人型的魔物 人型魔物 那另外我說到這個童真帽 這童真帽他的缺點就是加傷害趴 對於一般中小機體來講的話 加傷害趴其實很香 但是對於 機體比較高一點的人 他的傷害趴已經上去的人 他加攻趴會比較好 然後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 他攻擊會造成黑暗 有一些人的投資卡呢 他並不會插上小惡魔卡片 所以 這一個帽子是很強的 如果說沒有上述這些東西的話 你可以考慮抽這一期的 祈願的投資 然後接下來 貝飾 貝飾的話呢 他加的是什麼 物理傷害趴 3趴 然後攻速移速爆傷 跟忽視 物理防禦趴 這個呢 大家都知道那個蒙蒙太陽 彈鍋嘛 那個忽防有6趴6趴 那大家也看到那個巴哈有一個 後計算跟前計算的方式 那這忽略的一個防禦趴呢 是後計的 所以也就等於是沒什麼用 對吧 然後 貝飾的話呢 最近這幾期有一個是那個 超萌虎爪貝飾 我看一下貝飾 上一次的那個 就是那個騙拳 不是 上次那個暴族活動 暴族活動呢 他有給一個對人型魔物造成傷害的這個 這個虎爪貝飾 這後來是蠻香的 然後如果你有 這個貝飾又有加10的話 也還可以 然後暴族的話呢 我看一下喔 這個 如果你比較省一點的人 你還是可以用萬聖節的氣球數 萬聖節氣球數他有加 敏捷2暴族2 然後這一期的一個 貝飾呢 他加的是 你的攻趴 2趴 然後這個呢 持續5秒會冷卻12秒 對 也就是說 只有這5秒內 你會有移動速度 攻擊速度 跟冷卻4趴 那其餘的部分呢 你只有幸運5 跟攻趴2趴 因為他這個冷卻時間12秒 有點太長了 所以說貝飾的話呢 這一期的祈願如果抽到的話 也是很香的 所以 所以 這一期的祈願來講的話呢 頭4 跟背4 都很香 那這一個呢 是垃圾 可以不用看 臉4是垃圾 然後性時裝 這個加的是你的暴擊 跟你的暴傷 然後還有你攻趴3趴 以及你物理減免 跟全屬性加2 非常的強 好用 所以就是獵人來講的話呢 1 2 3 都很好用 這三件都超級好用 那 這一期的祈願 大家都有抽到時裝 就是 就是 這一個嘛 道合使者 他也是加攻趴3趴 然後呢 現在最熱門的是什麼 打進腰嘛 那打進腰又是什麼 暗鼠 對吧 打進腰又暗鼠 然後又是什麼 惡魔 所以暗鼠跟惡魔都會加 然後 全攻擊加2 那另外呢 有5趴繼續增加自己的 物攻跟魔 魔攻趴 持續5秒 無冷卻時間 無冷卻時間 也就是說呢 你如果持續在普攻的情況下的話呢 你的攻趴是可以 來到了5趴 那另外 這件新的呢 他是只有3趴 但是他會加你的暴傷2趴 暴傷2趴呢 在你的表攻越大的時候呢 這個暴傷呢 會更有效 所以這一期的獵人呢 我建議是可以抽 但是就是 10抽 按下去 然後呢 有中就有 沒中就算了 中了 喔 喔 喔 哭啊 2千性史裝 看起來像送信了嗎 我把剩下這9抽抽一抽啊 懶得看了啦 其實我剛剛沒有打算要抽是9抽的你知道嗎 我是以為那個實錯按下去他會自動幫我補一張 結果沒想到我錯了 唉唷 這樣也行 好啦 那這一期呢我就是抽到這兩個 但這個頭四的話呢 我想一下如果真的要再拚這一個的話 我不知道要抽到積分多少啦 不然拚拚看好了 都抽到這個 對啊都抽到這個不然拚拚看好了 我記得10抽抽到金的時候呢 你再按一次10抽他很有機率會直接再讓你疊一個金的 很有機會啦但不一定是 唉唷中了耶 哇這是很歐耶 果然啊一次衰就會有一次歐啊 有沒有 一次衰就會有一次歐 真的 最後我們 這次很歐啊 這次40抽呢 總共抽到了5件 2件衣服 2個倍式 1個頭 那上次是很衰 上次為了這個創口貼 我們抽了150包底 然後 太陽鍋彈抽了3個 超分 這一次一次討回來 祝福大家這一次的祈願都可以抽到自己想要的 獵人 阿布阿布 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5件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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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件衣服